台北市長柯文哲 喊出一個月應該能做到清零 但虎林街的三十人群聚感染 再次重重打臉台北市府 說好的精準疫調 卻是漏洞百出 明明新疫區的確診人數 是慢慢一直降下來的 也沒有相對的嚴重 那為何會突然間公佈 有三十例的確診案例數 議員痛批 虎林街的意料慢了好幾拍 但按照北市府公佈的數字 看似掌控的疫情 似乎都只是指上談兵 以新疫情來看 五月三十號後 確診數字逐漸向下趨緩 甚至來到各位數 但七月二號 柯文哲卻突然公佈 虎林街六月一號到現在 已經有死三戶確診 共三十人染疫 不僅匡列動作慢 也讓人懷疑 是不是還有感染黑數 沒對外公開 你現在在做所謂的擴大篩檢 會不會太慢了 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數字最高峰是在一個月前 那一個月前沒有做 你現在在做 之前市林長照案 著名家屬已控訴 衛生局防疫荒腔走板 六月八號確診 隔了兩週衛生局才知情 甚至連更少的北疫中心 五月底本該停工兩週 卻還有人照常上班 如今又爆出四十名工程人員確診 北市府的防疫螺絲 似乎沒說盡 這科人心不在暈 他本身是醫生 所以他有醫生專業的傲慢 他不要把疫情的責任 甩過到中央上面 本市疫情接連報 柯文哲說的比做得很精彩 是不是還有黑數未公布 就怕這度引爆疫情核爆彈 三神章的深水昌雲台北倡報